就是秀英炮台 它是由拱北、震东、定西、震威 还有震武五座炮台组成 面朝大海 里面还有一个超过6800平方米的大操场 现在就走进去 带大家参观一下 进来了 四周都是铜墙铁壁 这里不是免费的 票价是10元 我已经买好了 从这个口进去 这个区域就是大操场 原炮台、大门、弹药库 以及营房还有指挥所 通通都在这里 先看一下秀英炮台的导览图 五座大炮连成一排 两边分别是兵房 还有营房指挥所 震威台 这两个洞是营房 面阔四间 也就是士兵们居住的地方 四周都有通风口 开灯看一下里面 上面有盖子 防雨防水 震威炮台的入口 这个洞的长度大概有20米 两边还有密室 左手边的密室 是冰房 右边 还有弹药库 里面是相通的 看其中一个 这里有许多的小洞 这个洞口是送弹药的 特别窄 我只能从这里钻过去 太窄了 这个洞 我的妈 终于钻过来了 洞口钻过来 旁边是藏弹洞 上面还有送弹洞 这原来是有门的 固定大炮的铁环 这个大炮 就是正规炮 口径0.15米 最大射程8公里 属于德国进口的 克努伯大炮系列 特别壮观 这个方向就是大海 现在周围都是高楼了 这里一共有15个小的藏弹洞 还有三个藏宾洞 这个藏宾洞 洞口特别窄 里面可以容纳三个人 我站中间 两边还能各站一个人 对面的墙壁 一共有七道门 树根都长到了洞口 这就是原炮台的大门 以及弹药库 也就是秀营炮台的出入口 上方还有石匾鹅 海南宝障 红色的四个字 两边各有三道小门 是弹药库 门与门之间 洞与洞之间 都是相通的 相当于均械处 中间的向道最长 有18米 宽度大概3.5米左右 里面的回升很大 光线特别暗 这道铁门 原来是可以打开的 我现在往左边 带大家参观一下 这儿的洞啊 结构都是对称的 这道小门特别窄 这个炮台是震东炮台 属于主射炮 就在大树底下 这里面原来的大炮啊 口径0.2米 射程10公里 中间最大的就是 拱北炮台 也是秀营炮台 三门主炮之一 中心炮 布局啊 明台暗示接口 大炮的口径 是最大的0.24米 射程也达到了15公里 这也是三门主炮之一的 定吸炮台 大炮的口径 0.2米 射程10公里 这儿的炮台布局 都是17个藏弹洞 还有4个藏兵洞 这个红色的大房子是展厅 还有休息的驿站 在古树后面 是最后的震武炮台 以及营房指挥所 指挥所也就是 最高长官办公休息的地方 深藏于地下 具有较强的防空防御功能 是半地穴结构的 南北长12.3米 东西宽3.72米 这个回廊的宽 就一米左右 中间最大的就是指挥所呀 两边都是通道 先看一下这里 室内的空间 大概有200平 看一下 从这里 转过去 上面的孔 是通风孔 感觉就像 来到了古墓 墓穴 这个环廊 一共有10个圆形的通气口 这就是通气口 这个地面特别潮湿 最后一座炮台 震武台 这个通道 长度大概 也有20米 两边都有洞 是兵房 24小时 有人指手啊 这也是士兵们 进出的这个洞口 大炮底下有滚轮 可以最大角度的旋转设计 到这里 秀英炮台的五座大炮 都带大家参观完了 门票10元 大家觉得怎么样